2015年10月31日下午5点钟 不过正式开赛前 全世界的球迷还可以一饱眼福 因为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排名第一 剩计最多的橄榄球队 如今 一千多年前 来自太平洋玻利尼西亚群岛上的一只毛利人 驾驶木船 飘洋过海 来到了这片名为新西兰的陆地 从此 他们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定居者 也带来了太平洋岛居民特有的哈卡五 时光如梭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陆续拥有来自欧洲亚洲的居民 飘洋过海 为何 在这一天 听起来的楼 有这个楼 在这一门 没得了 行 那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来为夜晚行军的时候照明 然后一般队伍的最后一名毛利人在走完的时候会把树叶翻过来 这样的话他们的敌人就找不到他们在哪里了 银爵不仅是毛利人的指路明灯 还是他们的民族图腾 毛利人喜欢把银爵的图案 尤其是刚长出的银爵嫩芽的图案纹在身上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种图案代表了新生命 千百年来 银爵是毛利人的保护神 也成为新西兰文化的独特标志 在这里 银爵被称为国树 毛利土著文化 对新西兰移民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 毛利人是新西兰大陆上的唯一居民 像这样的毛利传统村落遍布全岛 如今大部分毛利人聚居在新西兰中部的罗托卢瓦市 这座城市也被称为新西兰毛利文化的中心 这里的很多毛利村落 至今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毛利习俗 其中最有意思的 就是毛利传统美食 杭衣的制作过程 我给你一个的东西 一个给我 我们这里的杭衣的杭衣 我们有鸡 苦麻辣 甜蜜 普通的鸡 鸡 鸡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 对 你可以选择什么喜欢 我们跟着毛利姑娘特姆 把鸡肉 玉米 蔬菜等 装进四四方方的铝箔盒子里 奇怪的是 在这里见不到任何可以用来烹饪的用具 甚至连调料都很单一 这间特姆在新鲜食材上 直接撒盐和胡椒粉 再用一张纸把铝箔盒子盖得严严实实 然后拿起一支笔 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按照它的方法 分别在盒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心里却十分纳闷 没有炉灶 这杭衣难道是拿来生吃吗 不多分 厨房的工作人员 把这些铝箔盒子放进了一个托盘里 再装上车 然后竟然开车离开了厨房 这些装有食材的铝箔盒子 到底被运往哪里呢 特姆告诉我 要想吃到最正宗的行衣 需要等待一个半小时 这期间 她要带我们参观毛利村落 特姆的居住地 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 传统毛利村落 这个村子在新西兰非常有名 因为它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名字 原来这个村落的名字 由很多毛利单词组合而成 有代表毛利战武的单词 建村的部落首领名字等等 其中最具地域特色的 是一个代表地热和温泉的毛利鱼 罗托鲁瓦是以地热和温泉 闻名世界的城市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毛利人 不仅以这种地理器官 给自己的村落命名 甚至巧妙地利用地热烹饪食物 那是新西兰在冬天的冬天 对,在冬天的冬天 对,在冬天的冬天 但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 对,对 这就是如何毛利人 烹饪食物的食物 我们常常烹饪食物 我们常常烹饪食物 在冬天的冬天 基本上是一个冬天的冬天 传统来我们用了棉籽 所以我们用了棉籽 我们用了棉籽或棉籽 然后放在冬天的冬天 然后我们也用了棉籽 刚刚Tom告诉我呢 就是毛利人传统上 其实是用树叶来包着食物 然后呢放在这个地热的地下 或者是上面 来把这个食物加热 这个温度啊是非常高的 然后他告诉我 就是如果是把一只冷冻的鸡 放在这个上面的话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然后蔬菜是十分钟就熟了 所以我们刚才放的这些食物 然后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如果我们可以吃现在 我们可以吃现在 咯也会吃之前 我们可以吃之前 罗托卤瓦被称为火山上的城市 这里到处都能看见见 间歇喷泉 沸腾的泥浆石 常年冒着热气的温泉 地下温度很高 把食材放在地下 或者挨进地下温泉的洞口 就好像放进了一口煮开的蒸锅一样 这样蒸出来的食物 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毛利人把它们称作天赐的美食 每次进餐前都要进行虔诚的祷告 除了保留传统的饮食习惯 新西兰的毛利村庄 还开设毛利编织课堂 创办毛利雕刻学校 定期举办播舞表演堂等 这些举措不仅有力地保护了毛利传统文化 还使得个性鲜明的毛利文化 成为代表新西兰的一张名片 每天都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 前来领略独特的毛利风情 其中最吸引人们的是 毛利部落迎宾礼 每次举办迎宾礼的表演活动时 都要选出一位男士扮演所有游客的酋长 这次在特母的吉利推荐下 热情好客的毛利村民邀请我们中的一员扮演酋长 向游客们介绍完来自中国的酋长后 迎宾礼正式开始 只见一对毛利勇士从村落中心的红色房子里鱼贯而出 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毛利勇士 一边跳着毛利战舞一边来到寨门前 然后在通往寨门的小路上放了一段树枝 特母陪着我们走向前 捡起树枝 此时毛利勇士突然举起棍棒 往前迈了几大步 紧接着转身跑回房子前面的小广场 开始跳起热情的迎宾舞 现在所有的游客可以跟着酋长一起 进入象征着村落中心的红色房子 原来这里是一个小剧场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欣赏传统的毛利歌舞表演 不过正是表演前 扮演毛利勇士的演员们 邀请我们的成员走上台 依次跟大家碰两次鼻子 在这个过程中 绿色的树枝需要一直紧紧贴于胸前 整个迎宾礼结束了 那么这绿色树枝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 这树枝是和平的象征 来人如果扔掉了树枝 并且在毛利勇士们跳起战舞时转身逃跑 就说明是敌人 反之就是朋友 而当毛利部落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时 就会碰两下鼻子 所以这就是叫红尼 红尼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来欢迎外来的客人 1769年 当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 来到新西兰时 应该也接受了传统的毛利时分后 不过当时毛利部落的酋长们 肯定想不到 这个英国人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新西兰的历史 库克船长发现了这个岛国后 前往定居的欧洲人与日俱增 截止到1839年 生活在新西兰的欧洲百种人 已经有两千人 他们和毛利人做生意 一起开垦新西兰 也出现了一些冲突 为了平息冲突 英国政府决定和毛利酋长进行谈判 那是正在那里的交流 那是那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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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亲爱的朋友 所以他们有了所有的马quis 那些其他大大山都 прик装在这地牢上 在这地牢上 在这些 games上 多了五百 有超过五百人 超过五百人 对 三百人 超过五百人 在这些小小 SM的地牢上 在新西兰岛屿湾怀塘一镇的 这片连海广场上 辩论了整整一天后 在1840年2月6日 正式签署了名叫 《怀塘一条约》的文件 虽然原版的《怀塘一条约》 已经损坏 可是新西兰人复制了很多副本 发在全国各地 并且在《怀塘一镇》 专门建造了纪念公园 这是因为《怀塘一条约》 在新西兰历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怀塘一公园》的广场上 挑衍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ommunit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看到《怀塘一条约》 在一起的《怀塘一条约》 屿袭折发生中 送来寄院 请不吝点赞 把 chuy遍上 多远 辑人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尔出生于苏格兰 他的妻子来自加拿大 在新西兰像他们一样 夫妻双方都是外来移民的家庭很常见 在卡尔看来 这种家庭构成 让新西兰人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 卡尔自己就是一个热爱探险的人 他带着妻子和儿女在全世界旅行 感受不同的文化 他觉得新西兰人的这种心态 起源于新西兰的移民文化 在卡尔加里随处可见 其中数量最多最丰富的是中国艺术品 因为工作的关系 卡尔曾经在中国住了三年 他十分喜爱中国文化 孩子们甚至还学习过普通话 你好 我叫Lily perfect 你好 Nina Nina to live to have to Maggie Nina 你好 perfect 我叫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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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perfect 我是八岁 我是八岁 八岁 八岁 不是八岁 谁 爸 爸 我我我 我我 事实上 大部分新西兰人对汉字和中国文化并不陌生 这是因为早在十九世纪中期 就有超过八千名中国矿工 越过辽阔的太平洋 前往新西兰陶金 寻找更好的生活 在新西兰南岛的建镇上 至今仍保存着他们居住过的小屋 在当地的博物馆里 缠列着陶金者们留下的文物 所以中国 gold miner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early New Zealand but they were often forgotten in the early history books and that's not least because in the 1880s th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put in place what's called the poll tax which placed a large charge on anyone coming from China into New Zealand they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ore people to come from China at that time and so the Chinese gold miners who were here some of them returned those who stayed couldn't grow their families or communities very much now about 15 years ago a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Helen Clark actually made a formal apology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for that poll tax because it's quite a black mark on New Zealand's history immigration history in particular 尽管在新西兰的移民生活很艰辛 可是仍然有不少中国淘金矿工留在了新西兰 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 开始了新的人生 并且随着新西兰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在距离见证不远的淡尼丁 当地政府还专门建造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园林 花园的长廊上悬挂着首批前往新西兰打拼的华人照片 和他们的资料介绍 这座中国园林的名字非常特别 叫兰园 一个兰字把中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近些年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新西兰追逐自己的梦想 五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中国姑娘邓颖杰得知了一个可以来新西兰一边旅游一边工作的消息 从2009年开始 新西兰对中国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开放打工旅游签证 这种打工签证在欧美国家很流行 但是目前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这种签证的国家 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其中新西兰每年提供1000个打工度假名额 2010年邓颖杰很幸运地成为了这1000个人中的一员 他辞掉了国内安稳的工作 收拾行囊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国 不过当邓颖杰第一年来到新西兰打工度假时 主要在葡萄园里做一些体力劳动 很辛苦 可是邓颖杰坚持自己的选择 他本科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 本身就对葡萄酒酿造很感兴趣 于是2011年申请了奥克兰大学的葡萄酒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毕业后他成功地在十级酒庄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十级酒庄是新西兰最大最有名的葡萄酒庄园之一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也是这家酒庄的忠实粉丝 邓颖杰在这里主要负责品酒室工作 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解葡萄酒的历史以及品酒礼仪 现在他已经是十级酒庄的品牌大使 因为我当时过来也没有想太多 只是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 但是我从葡萄园开始工作之后 发现我非常地喜欢葡萄酒的生产方便 然后开始在这边找到工作 然后找到工作转了工作签证 然后就留下来 所以也比较适合从walking holiday的签证 到学生签证到工作签证 然后再到现在的居留 邓颖杰不仅在新西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 还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2011年他和男朋友在新西兰南岛注册结婚 2016年年初他们一起在奥克兰买了一栋房子 决定把家安在这里 和他们一样定居在新西兰的华人超过20万人 他们在这里辛勤祝梦 也赋予了新西兰文化浓郁的东方风情 新西兰是一个移民国家 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 兼容并蓄的一个社会 中国文化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老印 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讲 第一 这个华人已经进入了新西兰主流社会 比如说有不少已经当上了国会议员 当上了这个市长 这也就是说中国人 中国文化被逐渐认可的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就是 新西兰人学习中文的热情非常高涨 现在中文已经成为新西兰大中小学的 重要的这个选修课程 比如说在我们所在的罗特鲁阿市 这个市的人口只有6万多人 但是经常学习中文的人口多达3000人 除了热衷中文学习 很多新西兰人还喜欢研习古典的中国文化 与此同时 每年前往新西兰旅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关于这一点 张龙深有感触 他2002年来到新西兰求学 现在新西兰最大的杜伦公司上班 担任杜伦服务主管 当时我在02年到新西兰的时候 基督城那个时候 中国人还是不是说特别多 已经有很多移民了 但是等到今年 我和老婆再下去旅游的时候 一看整个这个Rickton那个区 全部几乎都是中国人在那边 然后你去超市买东西也好 去商店买东西也好 很多都会有华语服务 像在船上 以前很少能看到有中国人来旅游 但现在的话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看到很多自助游 或者是团队游 或者是家里一起出来过年 像今年在新年的时候 这边还有人在船上过年 所以说 中国人 对 中国人 路纶上中国游客的日益增多 让张龙的同事们 开始努力学习普通话 虽然现在只会简单地对话 可是他对学好中文很有信心 张龙也很乐意私下 多交一交自己的朋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